等一下 幹有離心力啊 幹等一下 你這樣要我怎麼好好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宏達來說車 我是小蔡 今天又來到暴力試駕的時候了 我們歡迎到我第一次合作的一個 慎重的對象 歡迎柏宇 大家好 我是柏宇 宏達9man 他就是不想承認他的9man 大家覺得他像9man欸 下面加1好不好 已經加過了 加很多了 我們今天的主角 你到底要暴力試駕怎麼車 這就520啊 520 520啊對不對 幹清楚這520 不然這什麼車 你覺得今天如果要用這種車 又要開快你覺得還有什麼選擇 520再上去530嘛 530你要兇一點 那就直接上540啊 你只有這樣的人 阿如果你要這種完全暴力的 阿不就是M5 M5太貴了啦 拜託 貴很多對不對 我跟你講加10 加10i 加10就好了 加10是什麼 M550i啊 欸我沒聽過這個車款欸 M550i也不知道 好像路上很少很少見550吧 不知道M5要不然就540啊 拜託 那真的是你太不懂 虧你在我們這邊上班 一樣4400的引擎 V8的引擎欸 跟M5一模一樣欸 真的喔 當然 你知道我上次去拍M5嗎 所以今天這台 一樣4400 V8的引擎 就不要給我落骨子 給你挑戰啊 特地把我邀出來好不好 你最好對這台車有把握一點好不好 來啊來啊 EK嘛 OK那我今天就直接掏出我的M來 好不好 哇靠你還準備出來 我就說光嘴巴講不夠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在那邊開說 喔這台車好像比我接近M5 跟M5差不多能力 不用我直接拿M5就出來跟你比好不好 最殘酷的時候就等到那個時候了 我跟你講他不會讓你失望的 不會讓我失望 沒關係我們就 等一下就來看吧好不好 走走走 OK我們直接上山路啦 Go 走 欸我才想要開場小菜又開始在暴力試駕了 是多期待 等一下 幹有你心裡啊 幹等一下 你這樣要我怎麼好好講 靠北 我們現在在550i上面 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台車 我們剛才講到它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市場定位嘛 那小賽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台車它的市場定位到底怎麼樣 它可能適合怎麼樣的人 會需要買想要買這種車 其實很多人買5系列啦還是有家庭考量 就是我需要承載家人也需要一定的舒適性 對 還有頭銜的問題啊 它3跟5的車格有差 但是如果純粹樂趣我可以買3嘛 對 但我先插個話 它車很長 但是它靈活性卻有耶 不是啊 欸這個真的超大台這台車 你可以這樣甩真的很厲害 我們剛才講到哪裡了 我試駕完再講好了 都可以 真的很兇耶 好 前面 它就很講真的 你如果有乘坐的方便性需求 對 那你又講究一點操控性的樂趣 當然啦還有一個 預算的考量啊 如果說今天沒有 完全沒有預算的考量 我當然就覺得就直接上去 直接M5啦對不對 當然 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現在就想升級M5 我要再多拿出來多少錢 至少150萬要 至少150萬 至少最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差是會讓很多人 有點卻步的 當然 那你如果上不了M5 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來講自己的目的嘛 假設你今天買540 540 300多匹 誒 誒說實在 300多匹是實用了啦 可是你今天路上 誒 A45啊 一大堆鋼炮 就已經是300多匹 2.0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你一台6缸的5系列 300多匹拿夠用 車子又比人家重 我要來形容540就是夠用 但是它還可能 沒辦法達到半豬吃老虎的效果 對 它可能 小熱血啦 讓你小熱血好不好 對啊 今天你今天550 462匹 對 462匹其實在路上 夠電很多車了啦 真的 很輕鬆誒 而且你看我今天調Sport Plus 其實它的做路面坑洞的處理 我覺得很好 很好 真的很好 你不講話 真的沒有想要知道坑洞的問題 你要說舒服到沒側形 誒不會誒 對啊真的 但是它能處理它的坑洞問題 但是它的支撐力又夠 剛性又夠 對 屁股在甩的時候 它的方法也會去指令你 幫你補救車身 所以你會覺得你方盤走哪 車子就走哪 不是我這個感覺很難形容 就剛才在過彎的時候 車子的穩定 discipline性很夠 那種大彎的時候 車子就這樣轉 但是我覺得飄出去的是 我的臉 partners 魂魄好像融合 蛤蛤 還是要提倡一下安全的架子 就是別去摸索任何一台車 一開就直接進肌 fonction 對 不要去摸索小菜道你開多快 不是 我覺得你任何山路 甚至於其實你在山路上 你大概就是放八成的狀態 因為它不是賽道 沒錯 對 所以說我們還是以安全的駕駛為目標 可能看起來會稍微快輪胎會叫 其實輪胎爛都會叫啦 下坡開始啦 你看一台540現在大概就是 200萬內 甚至大概高配一點200萬 我們這台就直接講價格 我們現在這台就238萬 200出就買到這樣的性能 對 那很多人說 4400的稅金6萬多塊7萬呢 我的觀念啊 我會覺得 你就直接把這個稅金對不對 換算成你買這台車的金額 假設你打算開這台車開三年 對 開三年7321你就等於說 你開三年多花21萬的成本 那你這台車238萬加21萬等於多少錢 大概260嘛 嗯 差不多吧 對啊 欸 260那一台M5要多少錢 400耶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這可以選擇 因為它 150萬你還可以再多買一台車耶 對啊 你可以買一台C300 甚至輕一點的A卡 或者是其他的選擇 你多兩台車可以選 對 那這台車又不是沒有什麼功能性 甚至你另外一台可以買雙門 比較沒有實用性的車啊 對啊 然後你拿來投資做工作 或賺其他的錢也可以啊 嗯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駕差上 550 我覺得是對的 是可以選擇的 所以 這一集非常重要啦好不好 我覺得550可能很多人拍過 但是這樣的觀念 坦白說 應該好像沒幾個人這樣講 對 好不好 所以 很多人 很多人冒想車可能是M power M4 M 但是 對於那些可能 欸這些都小錢 當然我們就不要說那種人 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我太偉大了好不好 這種情況還要再講 講一些震驚的概念 真的是很剉你知道嗎 欸這車很強耶 哇怎麼樣 嗚 太兇了 太兇了 好我們回家看看 就是說如果你對於M5這個價錢 你覺得很OK很容易入手 你就直接去買M 但是你覺得如果M power對你來講 是有負擔的 那這集我們就提供給你一個新的觀念 一個新的想法 你三年 你開這台車開三年的話 非常的 跟M來比真的非常的划算 不要把穗金變成多角的 真的 你不要看到那個穗金就覺得 我不應該買這種車 如果你是以三年 開這台車享受三年 我覺得差不多了 其實穗金應該角度就是用 你把它當作車家來看 嗯 那多角的穗金 如果加上去不划算 那這個就不划算了 嗯 對 那如果你車架加上穗金 跟下一個極具的等級的車 還有很大的駕差 那這個可以喔 我覺得這可以 對對對 好那剛才已經甩過一陣 甩過一整條的那個觀山了對不對 小菜你剛才在過彎的時候 你對這台車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跟你講其實我對長軸的車 本來是很沒有信心的 是 其實長軸的車很穩定 對 可是我一直覺得它很笨重 很不靈活 它很意外的是它其實可以給我很靈活 而且可能加上它四輪傳動 所以它跟我上次開330有一個類似的點是 它雖然是四輪傳動 我覺得很棒耶 超乎 超乎你對於長軸車的預期 對 我一直覺得短軸車的操控性靈活度 才是 對於熱血駕駛的作用 其實 也倒也不會 其實長軸車另外最大的優點 就安定穩定 它其實給乘客最大的舒適度 我現在沒有安定的穩定 真的嗎 我太燙了 喔喔前面 它救了你 最後一號那個很高 油門的反應的話 其實 該怎麼說勒 跳到スポート模式的時候 油門反應是比較好 嗯 對對對 有力級 比較力級 可是可能是因為多槓 所以我覺得在 轉速上來之前 還是比較沒有反應這麼好 對對對 可是它本身的設計 本來就不是偏向在 否在這個部分 對 對我覺得 也有可能我本身開 比較高轉速的車是偏多 這種車就低轉速力道就很飽滿 所以就看到出彎點給油 進到彎點煞車隊的時候 穩定穩定 出彎再給油 它就可以很穩定很穩定很穩定 然後它的防滑也給了很高的信心 我開車可能不會這麼兇 我純粹就是一個想要有一個 還不錯的加速性能 oh maybe我可能不用用到M 當然 但我又可以省這150萬 而且最糟糕的前提去討論的話 假設它的操控性不好 欸不會 你不要跟M5有飛躍性 它在很多防車裡面 又有一定性的運動性 動力也足夠 對 我覺得這個選擇性是OK的啦 所以其實我剛剛認真看了一下 它至少還有一斤全一斤而已啊 對啊 我就說它的內裝17年的車 但是跟現在21年 我不會覺得有非常大的落差 好像一個是已經 應該被淘汰的一些東西 我不會這樣覺得 就覺得很夠用 欸買這種車 你還是要在它低點的時候買 現在就是200出頭彎 對 那掉了要掉選哪裡 對啊 你說你要再等它價錢再掉 那別人會出更酷 更帥氣的內裝 你那個時候竟然覺得 就純粹一個性能 但內裝不會帶給你享受 我們買這種高級房車 又要性能了 就是代表說 我內裝又能夠享受 當然 性能又能夠跑 這才是我們對於一個 性能房車的要求 好不好 那我們 來試試看AMMU好了 對啊我覺得也差不多 欸 AMM好像可以調 它的什麼懸吊 引擎 這個是只能調它的引擎 就只能 對 全部Sport的狀態 Sport的狀態 對就直接運動的狀態 了解了解 對 一樣都是 自排的變速 傳統自排的變速箱 對 對 可是排檔桿的形式有點不太一樣 嗯 好 待會兒來去摸索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上AMM 好 來直接兩台比較一下 OK 走吧 我跟柏妤來到BMW F90的M5了 現在就直接山路來試試看 直接上坡路段直接 來一個 沖一段喔 OK 好現在剛好有車我們就邊聊吧 對啊 其實 換到M5之後很明顯的路感變得很清晰 洗手機 你看路面的所有狀態 倒倒倒那個都聽得到了 哇 哇 前面那個很屌 前面也在 沒有喔 欸 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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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加速感真的很利極 你看 他轉彎很強耶 可是他的 相對它的避震支撐力好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 人就是 拘力會變得很強 因為它就抑制了很多側傾 對 就你會減少車身左右的擺幅 可是增加你人在裡面的橫向的拘力 我們現在DSC是ON的狀態 那等一下你也有想要來點理性力 也像我們之前玩過 DSC可以R OFF或者是給它MDM 我們等一下都來玩玩看 我們現在是ON的狀態 它等一下另外一個模式 好像是後傳的狀態 純後傳 它有純後傳的狀態 所以這個就是 它多於M550沒有的地方 就是它的XDrive是MXDrive M應該就是手動的意思 你可以根據你個人的開車習慣 去做調整 這座山本身彎道比較急 比較吊轉 沒錯 要這樣子直接開出差異性 其實可以坐上來操控 馬上能感覺到 M5跟550的差別 真的 陽剛程度就完全是不一樣 真的 我多少有感覺 你真的要切入彎的時候很立即 對 而且它是黏著走的喔 真的 你看它是黏著走 剛剛開550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快被甩出去 你可以說很像那種離心力的感覺 好像你的魂鋪快被甩出去 但是 欸 差不多的速度M5我覺得超穩定 真的 你現在DSC ON的話 真的就是打打千啦 我完全不會覺得很可怕 你懂嗎 嗯 直接甩進去 你看直接進內側了 很棒 真的很棒 完全想不到它是一台 這麼大 這麼長的那種 很笨重的一台車喔 嗯 將近兩頓的車可以這樣子過彎 真的是很難想像 它比較多的精華是在整個電腦跟變速箱的 還有懸吊設計 對 對 它的全部都變成電腦化可以調整 嗯 550就是上升給你到這個動力之後 但是還是維持比較高運動性能的底盤 固定的底盤 對 那 M5的好處是 可調 可變動率大 嗯 550就是你今天買了 它就鎖定在這個狀態下 嗯 其實坦白說它真的舒適一點 嗯 對對對 它比較軟比較Q 那不像 M5其實 你看到現在眼睛看過去路是平的喔 對 可是我可以感覺到 一絲一毫的 就是那麼一點點的坑洞你都感覺得到 對 那種感覺 這個有時候看個人的習慣 像我的習慣 我很喜歡我感覺到 你看網撞線 你可以感覺到網撞線 有有有 對對對 那種感覺 對物靈可能就不一定能有 對 這個就是差異 但我就很喜歡直覺性好的車子 所以 M power還是有它 值得的地方 只是 你看 你覺得多這些東西 差這150萬 呃 不一定有人需要 而且 我們是因為 本身對山路的操控有愛好 對 其實講真的我們這麼多客群的客人 可能十個裡面排不一定有一個 哪那麼多人要玩山路啦 說實在話 暴力試駕完成了 兩台在山路上的感覺其實差異性蠻大的 有差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M5的話它的操控性比較硬派 比較鋼實 你在經過路面的凹凸啊 它的狀況你可以馬上感受到 甚至於你壓在線上 550就相對舒服 它過這個就是 當作沒這件事 550平常是舒服 但你要暴力試駕 550是很 驚悚的 驚悚 但是也不至於不行 對 它的自身性也夠 只是相對而言 你可能會覺得 有多一點側傾 我有一個身邊的親戚朋友 他其實本身是喜歡M5的 可是他覺得 跳到400萬的價值 他覺得不用拿那麼多 那他本身對山路或者是 激烈的操架 他也沒那麼講究 他就想要開一個5 但是動力有別於別人 對 那這樣的類型的也很適合 如果是你呢 如果是我嗎 我覺得我會選550 你會選550 對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過彎不會像他們這樣 有點把車子push到極限 那其實開M5開550 對我來講 可能是不會差到那麼多 就一樣 所以我寧可會選說 我想要舒適的時候 它的底盤能夠給我一樣的舒適 足夠的舒適性 對 所以我覺得我會選擇550 而且又可以省了一些錢起來 沒錯 那些錢 如果我想要內裝 我也可以自己選配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是以這樣的價差來講 我會選擇550 對如果 我覺得不用問你了 一定是M5啦好不好 我跟你講真的 差太多了啦 那個購彎真的有差 而且其實M5 它能調整的項目很多 對阿 所以樂趣性是高於這個 可是這個樂趣有沒有多這150萬的價值 我覺得見仁見智 對阿 你有多的預算當然是往上分阿 對阿 拍這個真的不容易 好不好 我其實 我會想說 現在感覺怪怪的 心臟一直在跳那麼快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應該是暈車了 你知道嗎 真的 好不好 看待柏鈺那麼可憐的情況下 拜託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好不好 戀愛的感覺 拍暴力之下真的 比戀愛還要刺激的感覺 好不好 滿傷身的 好不好 你的訂閱好不好 我就在拍下一集 好不好 看你想要看什麼車 下一集暴力之下 我一定會出現好不好 訂閱我們的YT 好不好 OK 掰掰 非常感謝你 いいね